今天主要是针对枢纽分析表 我的规划大概就是说 你们一直到期末 我们重点就是摆在有关 怎么样把资料做一个 所谓的视觉化输出 尽可能让有些资料 很容易让我们了解说 到底这个背后代表什么意思 首先请各位开启 我们范例档案里面的 第六个单元 第六个单元里面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的问卷调查01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大概需要完成的几件事情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另外参考 这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六个单元里面的 这个第五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希望完成的 就是说几件事情 因为这个问卷的话 基本上就是调查某一个杂志社 他哪些杂志是最受哪一些 比如说包含哪一个性别的人欢迎 或者是哪一个年龄 哪个教育程度 哪个职业或月收入等等的 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你才有办法知道说 你将来要把哪一类的杂志 推销给哪一些人是对的 你这样的行销的话 相对对方基本上比较不会干扰 而且也比较容易成功 不过这个资料打开来之后 我们会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各位可以打开这个资料之后 发现第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问卷 我把这个宽度稍微拉窄一点 因为后面其实总共到欧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看到全部的资料 我看把那个宽度大概调成 大概这么宽吧 那你会发现总共是B栏到欧栏 那里面的话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编号 把它变成它实际上应该有的资料 也就是说你要把资料查出来 不过如果在你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以前的做法 当然不是说叫你怎么A1把它变成什么 A1其实你会发现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实际上就是编号代表着什么意思 那当然不是叫你如果 假设你要把这个A1变成男生的话 那你想说老师我知道有个取代功能 那你可以用取代 可是问题你取代了这么多编号 你总不可能取代这么多次吧 很浪费时间而且如果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那你不是每天都一直取代 那这样不对 那要什么方法来做 其实基本上你必须要学会几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一些资料所谓的正规划 那正规划就是说你可以再把资料 喂给我们今天要用的一个主要功能 叫做插入里面有一个叫枢纽分析表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主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做一些统计分析 而且是很简单的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统计分析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那有哪一些资料 哪一些结果我们需要看到的 首先的话第一个啦 后面其实这边都有一些说明 比如说在第六页的地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几件事情 请你告诉我 这个资料里面 到底性别 他的人数是多少 然后他的占比是多少 还有男生比较多呢 还是女生比较多呢 还有年龄分布 到底哪一个年龄成的最多 那哪一个职业类型最多 OK那你 如果假设你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 那怎么怎么做 总不可能说你在那边慢慢算 算什么呢 假设性别 你就算那个A1是多少 A1 A1是男生 那你总不可能说 当然有些同学会不会想说 这不知道里面有个资料 资料有个排序 排序有个A到D 然后把它A到D之后 你会发现 A的都在这里了 那我就知道说 A1的话总共有几个 89 89-1 88个 虽然这样也可以做出来 可是问题其实这样也很麻烦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较流畅的 而且可以真正的 把我们需要显示的东西显示出来 那当然你如果 我把它砍错自己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恐怕你还是需要用到一个枢纽分析表这个功能 那怎么做我们待会再来跟各位讲解 哪一种设计类杂志最受欢迎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黑栏的话有一个栏位 就是叫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类杂志 OK 那也说这里面的话当然它有分成好几种 其中的话呢 有哪一些设计类杂志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有这些啦 那哪一类是大家最喜欢的 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想知道另外一个问题 到底哪一个年龄层买哪一类的杂志最多 OK 那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差异 OK 那当然你现在来杂志 你可以把它改成你们公司的产品 产品部分可以再变化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 哪一些产品是哪一个年龄层最多最常买的 OK 那再来的话买某个杂志 是不是有没有主要的考量 这个考量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就这个 到底跟价格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因为价格实惠 还是说呢 有一些什么专题报道啦 还是业数多寡 到底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做刚刚看到的这个相关问题之前 你必须要先把这个资料变成什么呢 变成它可以看得懂的 比如说这上面不要是编号 那如果不要是编号的话 该怎么做比较简单 首先的话呢 要是我的话 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我干脆把问卷调查这个工作表 先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也就是把这个问卷调查先复制一个到旁边 所以说第一个 请你把问卷调查先拖拉加Ctrl键 按住Ctrl键之后放开 那这里的话呢 就会多一个 叫问卷调查2 那我们前面这个是编号 后面这个的话 那理论上呢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就是它实际上应该要查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呢 里面已经有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 把它先删掉 那怎么删比较快 如果要放B了 Ctrl键的向右向下 Ctrl键的向右向下呢 意思就是说把这些事要先选取 然后按比例车的话把它删掉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查 那查的话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呢 如果你要做资料的查询的话 最常使用到的这个函数 就是所谓的那个V函数 那V函数它的位置会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 你们点选类别里面的话 可以找到查阅参照 查阅参照里面的话 那主要放的这个函数 都是跟 那所谓的查阅 其实是查询 参照的话 就是参照到它的某个位置 OK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类别的函数之后的话 那请你找到最下面这个叫Vilure函数 OK 那Vilure函数的话呢 当然这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工作上 用到查询的功能 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底下当然它会有一些说明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说明的重点就是说 你需要给什么样的参数 首先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它会跳出四个问题 那问你 那这边跳出来 那首先的话呢 它第一个问题是 问你说 Lugar Value 那其实跟各位讲 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查什么资料 那基本上呢 我要查的是 问院调查里面的 这个B2储存格 里面的A1 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A1 转换成男生 那第二个问题 它就问你说 那如果我要帮你变成男生的转换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 这个表格清单 Table的话是表格 那Array的话就是一个范围 那那个表格范围在哪里啊 那指的就是说 这个A1所在的那个 表格清单的位置 那加上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点选清单 里面的哪里呢 A2 其实就这个 A2到B3 也就是说 我的表格在这里啊 那你帮我查一下 如果是A1的话 那就帮我把男生带过来 把A2的话呢 就把女生带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呢 基本上 这个就是一个表格 那表格里面呢 总共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第一栏 这个是第二栏 那如果说你查 一定是查第一栏 所以呢 你要带的话 一定是带第二栏的资料 那这边 第三个问题 其实是根据 第二个问题而来的 那请问一下哦 你要查 那查完之后呢 我要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因为这边只有两栏 所以我要把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那这边输入2 那最后一个问题说 那你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不要的话呢 那你就输入0 如果要就输入1 OK 那我们输入0就好了 我们要找完全一样的 所以哦 后面的话 请你把这边输入2 这边再输入0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查完按确定 你会发现男生就查出来了 不过呢 我们把它向下填满了 当然会出现错误 那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 主要的原因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理论上呢 这个清单表格 这个表格 A2到B3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没有把它固定起来的话 那它向下填满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你向下填满变成 本来是清单的 A2到B3 它就帮你加1了 所以显然不对 那怎么办 请你在2跟3 前面再加上前的符号 把它锁起来 如果没有锁起来的话 那这个清单的范围会跑掉 打工 这样就OK了 向下填满 OK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就做完的 第一个查询 所以我们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是 你要到前面这个 问卷调查清探号 那问卷调查指的是 他的工作表名称 后面的话指的是 他的什么 他的哪个储存格 这个是你要查的 如果要不要 你要查A1 对不对 然后去哪边查 去这个表格查 查第2栏 然后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0的话就是false 就是不要的意思 OK 不过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同学 通常比较疑问 想说 老师那输入0跟输入1有什么差别 其实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 如果假设我今天把性别改成A3的话 那A3 这个假设 A3 在清单里面有没有 A2 A1跟A2 那没有A3 所以如果你的清单里面没有A3 他就查不到 那查不到之后的话 会变成什么结果 你会发现 他如果查不到 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 紧的话就是 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就是Nut Nut 就没有 A的话就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Nut available 找不到 那假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最后一个参数 假如改成1的话 1的话意思就是说 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那我要 你帮我找接近的 意思说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就帮我找一个接近的就好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本来你要查的A3 其实是不存在的 但是查出来的结果 居然是女生 你想说不对啊 A3 A3不是没有吗 那为什么是A 就是 其实他是这样 如果假如说你这边 Range Lookup 11的话 他如果找不到A2 他会帮你 找不到A3 他会 帮你找个接近的 不过显然 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 如果没资料 却帮你随便塞一个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发生 所以 这个地方要 谨慎的使用 所以通常我的习惯是不要 不要的话就零 OK 不要 那你不要的话就变成这样 就是错误 那所以如果发生错误没关系 我们回头再把它改回来 如果把它改成A1的话 他又查到了 查到之后的话你切过来 他又变成正确的 OK 好那所以 第一个我们就查出性别 你会发现 Ctrl向下 这些全部都查到了 那再来一样 年龄 所以同样的方法 年龄怎么查 一样 查罗函数 然后呢 我们找 查月参照的 比罗函数 然后查什么 查这边的年龄的 C2 然后去哪边查 清单一样有个年龄 把D2 到 15 选起来 他 去里面找找看 那一样 先把 2 跟5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 然后呢 查一定是查第2来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一样 输入零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查完 所谓的 年龄的 然后向下填满 也这样就查完了 OK 那一样 所以 以此类推 总共清单一样会有后面的 有没有 所以你就是一个做完之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再到哪里 到欧了 好像到欧而已 那就可以全部做完 不过 会有个问题 这样 你想说老师 这个地方 好像要做 15 做14次 这样很浪费时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快一点点 就是说我只要 做一次 然后呢 后面就不用重做 可不可以向右呢 就全部做完 向下呢 他就全部 又OK了 有没有这个方法 如果有的话呢 那当然最好 当然 如果你要 一次完成 另外可能 我想说 不然你就写VBA好了 其实写VBA很简单 有没有 就是做按钮 然后就可以 一次完 可是你想说 有没有办法 我不要写程式 那我也可以达到 刚刚讲的 这个结果 后来我想了一下 好像是有 那哪一个部分 其实 待会 除了VBA函数之外 其实你只要配合 另外两个东西 我现在前面这边有提到 就是配合一个定义名称 加上 Indirect函数 其实就可以让你做出 刚刚要的结果 就是不用查14次 只要查一次 结果 就完成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再画给各位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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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